今天有我和阿大舊的黃毓民頻道 暫時未有旺文的黃毓民頻道 老幫主離選 因為今天在政府總部 很多年輕人懷疑政府總部 雖然不是社民連發動 但任何抗爭行動 社民連一定會支持參與和聲援 所以老幫主和一班社民連的核心 在政府總部參與為政府總部的行動 今年有很多人 我剛才做完司儀下台時 見到整個政府總部外面的空地都坐滿人 兩大批人 我們有些燭光和Banner 非常熱鬧 我記得很多年前 每次遊行員都怕屁股的人離開 特別是在泛民領導的遊行活動 基本上都是 所謂的領導在終點站站站在台上揮手 群眾沿著和平散去 然後領導就很開心地回家吃飯 看波子喝紅酒 但最近這幾年 不少支持民主的朋友 特別是年輕朋友 覺得你每年 好像做秀那樣 循例走走 就感到 爭取民主的力量不足 亦都對政府的壓力越來越缺乏 因為政府的高層都知道 民主黨、民主派這班人 都是循例的 都是循例的 都是循例做這些事情 都是交行課 都完全沒有抗爭的精神 意志都沒有了 沒有了 跟高官拍膊頭、吃飯、喝紅酒 跟保皇黨議員還好談 早幾天我看到 某些民主黨的人 跟詹培中都不知多朋友 我們那次上星期 毓民說張文光 小聲說大聲笑 毓民說他跟詹培中 都不知笑得多甜 所以你說靠這些 幫我們爭取民主 哪裡可以 我們五區公投回去之後 到今天 張文光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還說同路人 現在誰不團結 現在誰不和諧 現在誰不和諧 問回你們民主黨 所以真的很唏噓 最近連串 特別看到主流傳媒 特別看到民主派 所謂泛民那班人 又說什麼要團結 誰用暗室政治 和共產黨的秘密交易 出賣民主派 出賣政綱 出賣市民的權利 還要出賣了很多民主黨的選民 今天我們沿路 是很多投過票 或者剛剛投給民主黨的人 走過來申 走過來訴苦申冤 他們說 為何民主黨可以轉得這麼快 今天是七一 每年七一大遊行 這是香港自從回歸之後 一個政治的標籤 遊行人多少 反映市民 對民主的訴求 對特區政府管治的不滿情緒 這是一個寒暑表 今天警方說多少人 民陣的數據說五萬二 警方說兩萬 那需要拿個平均呢 三四萬 相對的都是低的 這是一個民主的低潮 自從民主黨投共之後 我就形容一下香港的民主運動 是出現八級大地震 在這個地震裡面 好像民村大地震一樣 豆腐渣工程的樓宇就倒閉了 所以在這個民主陣營裡面 誰是豆腐渣的民主派 看到了 看到了 這次震散了 震散了 但是呢 接下來 每次地震都是災後重建 這個民主運動 香港的民主陣營 支持和參與和爭取民主的力量 這個災後重建 很辛苦 還有很多朋友 最近很多人發了短訊給我 大教授究竟民主運動何去何從 這個問題都困擾了我幾個星期 仍然都在思索中 我形容現在是 所謂以抗爭形式爭取民主 例如社民連這一類 現在就暴入政治的嚴冬 地震完之後還剛剛冬天 很難重建 因為主體傳媒全面打壓 這個中共的重點打壓 這個不用說了 一定是社民連 然後主體傳媒 你好像《十九才子》那些 都要找這個老人家去抽社民連水 剛剛前兩天又說病 《十九才子》的節目是11點的 你病得那麼厲害 不用休息一下 晚上去商台做直播 有機會攻擊社民連一定會全力 所以社民連面對政治的嚴冬 我們一定要謹守崗位 第一要求自保 我們一定要鞏固 和社民連的支持者 和社民連有關的工作 我們一定要保持 不可以散亂 更加不可以被人打兩下就沉低 所以這次公投運動 基本上是帶動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起步 但是被這次民主黨投共 八級大地震 震一震 震一震 但是震一震也好 社民連 以及公投運動 以及新民主運動 一個特色就是 年輕人多 很感動的 好像我們剛剛出了這本《五區公投》的《二公回憶錄》 剛剛講到今天出版 裡面很多年輕人 我經常都說 年輕人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希望 你不要說說我們 你靠所謂這些民主派做了二、三十年 那些 根本已經滑到這個 沒有了國 入到議會 你做了二十年 例如民主黨 尤其是 完全是圓滑到 官員也搭肩膀 保皇黨議員也搭肩膀 反而和大球動物 社民連的都沒有辦法 你想想 靠他們去爭取民主 還說要團結 那你先不團結我們 你是在破壞我們的關係 你是出賣盟友 是啊 賣友求榮 你不要說社民連 公民黨你都出賣 你這個普選聯 是沒有邀請公民黨 沒有邀請社民連進去的 然後你就私底下 透過這個密室政治 跟共產黨妥協 出這個條件 你說什麼民主派 你可以透過這個密室政治 跟共產黨談戀 香港市民是完全被排擠 在這個政策決定的過程裡面 你還不是出賣民主 劉慧卿今天更大聲 你說我出賣民主 你給證據出來 你老美 你跟共產黨密室政治 就是出賣民主的鐵證 什麼叫沒有證據 劉慧卿現在 去到法庭 都是拿表面證據出來 我們不用匹匹在目 每個案子怎麼發生 你支持政府這個翻閹方案 雖然說你有民主黨的所謂修訂 你都是支持功能組別 整個方案根本原封不動 這樣去通過 你那個小收小報 就要本地立法才加上去 你基本上 民主黨就是贊成政府的難方案 你就是跟政府同流合污 還說不要表面證據 還有你五區公投的時候 你不參與之而不得 還要來抽後腿 還要來打壓社民聯 打壓公民黨 這些不是表面證據 之後你就跟爺爺朋友 然後爺爺給你一個方案 嘩,你有沒有看過那張照片 這樣也說不是證據 嘩,在中聯辦 跟你公共拍的那張死狗 嘩,看到共產黨那些 應該是剷他 是不是